行政長官梁振英去到北京 與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剛會面 梁振英會後多次說張德剛高度肯定他的工作 駐北京記者黃耀陽報導 梁振英連同特首辦主任邱騰華 新聞處處長聶德權到人民大會堂 與主管港澳事務界人大委員長張德剛會面過半小時 港澳辦主任黃光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也有出席 梁振英在會面後說向張德剛回報了過去二十個月政改的工作 多次說張德剛高度肯定和十分滿意他的工作 又否認早前有報導說他會在一月下台 委員長高度肯定十分滿意我的工作 香港的傳媒過去那麼多年大家看多了 都可以有結論的就是造謠盛聲 他們又開始會否告這個傳媒死亡 因為你之前都試過你會否覺得他造謠 會否告他死亡 大家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梁振英星期日早機到北京 逗留超過三十六個小時 公開的行程就只有與外交部副部長張葉瑞會面 聲稱要探討一帶一路對香港的機遇 但就未有機會與相關的部位見面 對於有報導說這次是他求見張德剛 梁振英沒有否認 我不去評論也沒有看過這樣的報導 在外面實在太多一樣那樣的傳言 總要找一些負面的角度 甚至無中生有去造謠 然後將這些事件不斷去誇大 我可以再跟大家說 張德剛委員長高度肯定十分滿意我本人 和特區政府的工作 至於會否尋求連任特首 梁振英又有新的說法 自己連任的問題 只要有機會 有空間 我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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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會盡我最大努力 下維香港社會服務 梁振英訪經兩天 絕大部分的行程都是保密的 唯一公開給傳媒採訪的 就是他到訪外交部的活動 NOW TV 住北京記者黃耀陽 北京記者黃耀陽 記者黃耀陽 社會進來 讀的 心的 成功 專門